文府明日再来问你 相关遵命 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 若无其事地撇清关系 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 他却不动声色 可见 他的城府极为深沉 大人 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 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 学生也不明白 大人为何如此处置 若依你二人之意 又当无核 他杀范勇 分明就是杀人灭口 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的 如今范勇一死 私采金矿之事 就牵扯不上他吧 话虽如此 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 才下手杀人 这又怎么说 当时我在大人身边 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 更不可能刺杀成功 就算他打算出手 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 如此 既能阻止行刺 又不会伤及性命 这点对他来说 是轻而易举之事 当时事发突然 众目睽睽之下 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 故而 他才会如此地震震地阻止 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 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 却不能据此 追究他杀人面口自己 以范勇的下场推论 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 都已经不在人世 这件事情 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不认识他 正因为如此 本府才暂且放了 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大人 就算是失职之罪 也应该先办他 为何还要等到朝廷才夺呢 若是如此 他私财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 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 大人 是要伺机而动 不错 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 张冲肯定就是主 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脱 还是要继续追查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争 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矿场开采三年 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 如今又何分 以张冲 刑事之谨慎 与计划之周详 肯定那些黄金 不会放在梵涌那里 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大人 何不直接到周牙去送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周牙 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 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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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说 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那么其他的方向呢 天青说 三年前他爹是奉命勘查矿态 换言之 必然是先有所依据的 才会派人勘查 对 周牙里面 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再者 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 或许 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 本府判断 他不可能疑人主导全案 大人的意思是说 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 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 正是 可查的方向甚多 还在慢慢演绎 然而 只要妻而不舍地追查到底 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作 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 是 眼前危机暂时解除 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义馆吧 是 包大人 发现矿场了 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 是 矿场迟早会不保了 幸亏我早有准备 矿场虽然不能用 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 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 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 是吗 进军和周牙都出了问题 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 如今 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成处 好 好 这算是复兴中的大幸 以后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幸亏啊 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 否则 他果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 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 展昭 那 玉某展昭 他来清州了 不错 而且隐藏在暗处 如果对包大人动手 吃亏的反而是我们 这个展昭 真的有那么厉害 连你都应付不了他 哼 他那南辖展昭的称号 都不是凭空掉下来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 能够打赢他 既然如此 咱们以后更加小心 我知道 还有 此事 势必会让王爷知想 却是个麻烦之处 是啊 即便是包大人不说 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尔包里去 他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你 一连几天也把你累坏了吧 还好 还好 只希望能尽快帮小王爷把病治好 启兵小王爷 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 知道了 去吧 是 是 小王爷 那婉儿先回驿馆了 婉儿 其实 你不必那么辛苦啊 府中防射甚多 你何不选一住家 也免得奔波于驿馆跟王府之间 小王爷的好意 婉儿心领了 可是你也该知道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婉儿告辞了 婉儿姑娘 那我送你吧 不必了 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 万一 受了风寒 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 你总是有理 好吗 来 帮我送一下婉儿姑娘 是 妻儿姑娘 相处 是 她能拿拿来 她是 快划 快看 你 又 那 看到了 我 她